Hello 大家好 阿婷女姬 咱们起床了 也吃完饭了 露露做完饭 我们吃完了 现在带樱桃出去溜一会儿 又是这只狗 樱桃一下来它就过来了 什么鬼 闻着樱桃的味道过来的 别跑远啊 跑到快 我们经过了两天的行驶 从吉林省一路 一路开高速 现在我们今天已经到了 进入河北省 我们现在准备到 秦桃导市 因为我们查看了一下 我们看了一下 我刚才看了一下 秦桃导市是目前是 没有疫情的 我的鼻子已经受了 无数次的水肠 变成铁鼻了 这边秦桃导 疫情关系的非常严格 我这虽然什么都是绿码 核酸什么的都有 但是它就是不让我下 就是要让我走 所以咱们就掉 所以咱们就掉头回去吧 掉头回去吧 这疫情真的 高速都不让人家下呀 我们现在进入了唐山 这里是唐山南活 国际会展中心的停车场 我们现在准备去吃饭 奔波了 这两天都在开车 奔波了两天嘛 终于找到了一个地方 停下来 哈喽大家好 阿婷旅记 我们一家四口呢 现在已经到了 河北的唐山 经过了两天的行程吧 咱们现在已经到了 天气逐渐变暖的唐山 现在车里的温度 有18.3度 这是车内的温度啊 已经非常非常暖和了 而且我看到现在 我看到手机上面那个机灵 东北的疫情是越来越严重了 幸好我们当时决定返回了 樱桃 樱桃 樱桃在那个 这是在丹东捡的毛 你看 好呆哦 好呆 樱桃现在每天都跟我一起睡觉 每天都跟我睡 我我把这个窗帘拉上来 他他都他就爬到桌子上 晚上他不上了 他又他又在那边叫 叫叫叫叫 就是在那边叫我 一定要让他上来睡觉 无语了 怎么选哪位中 这么黏人啊 唐山呢也是阿婷第一次来 不过我有个好朋友式的唐山人 在我以前的视频上有出现过 叫 嗯 孙少平啊 不过他现在呢 回家继承家业 不做自媒体了 但是呢他人现在不在唐山 他在山东 本来还以为可以见一面 我也没有提前问他呢 早知道应该提前跟他说一声 然后我们现在驻车呢 驻车在 驻车在 驻车在唐山的南湖区 哇这边的这边的环境是非常非常的好啊 老好了 就跟让我一度有一种错觉回到了咱们江浙的 回到了咱们苏黄啊 像以这边的南湖很像很像西湖 很像我们杭州的西湖 老像 猛虎出龙 哎呀 好冷哦 昨天天气非常热 今天又降温了 而且 就我们刚来唐山的那天 天气是最好的 现在天气又变差了 你看这是我们驻车的地方 唐山的南湖国际会展中心 然后这边呢是唐山大居院 这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停车位 先去北樱桃去窝尿吧 这个垃圾先去拿 停车位是比较讲究 旁边有块有片草地 方便樱桃窝尿 对于阿婷来说呢 唐山这个城市还是非常陌生的 唯一让我知道唐山呢就是 那次震惊世界的唐山大地震 不过这两天在唐山待着 这两天挺舒服的 因为这边我感觉没有北方 没有真正的北方那么冷 也没有南方那么那么潮湿 就是呢 就是这两天 天气你看 这边的天气总是这样雾沫沫的 跟门上的一层雾一样 露露跟佳明回来了 给我带了在丹东吃的那个米村拌饭 没样的在唐山这边也有 这个老好吃 哎爸爸 你是不是这个 我没坏人 我再看别人玩 人家 你昨天在网上 散度死了 从丹东吃到了唐山 这一天 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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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